這台是iPadOS 17 iPadOS 17是可以直接連接這種 UVC攝影機 比如說這台是USB的邏輯攝影機 你只要準備一個 USB-C的這個HUB 連接到這個iPad上面就可以使用了 然後這時候你打開APP Facetime 打開來 有沒有看到 這個畫面就是來自於這支攝影機 那大家一定會非常好奇是說 既然iPadOS 17可以直接支持這個 USB攝影機 那麼我這個iPhoneOS 17 是不是可以 也可以支持這個UVC的攝影機 這個答案是否定的 iOS 17是無法直接支持這個USB攝影機 並不是說你連接的這個什麼 Lightning to這個USB3的轉換器 然後呢 再接上一個USB的攝影機就可以使用 不行的 雖然不能直接支持這個UVC的裝置 但是我們也可以用一些 間接方式讓他支持 沒有問題的 我們稍後會講 那我們今天的主題啊 還是要針對於這個iPad上面啊 剛剛我們講了這個Facetime 他可以打開這個 外接的這個USB的這個攝影機嘛 那麼除了 Facetime之外 還有沒有更強悍的APP 我們連接這個USB攝影機 不外乎就是拿來幹嘛 不是直播嘛 不然就是拿來錄影啊 那有沒有更強悍的APP 跟大家先介紹一款 免費可以錄影的這個APP 叫做這個 Ginkey Studio打開來 然後你看啊 這個APP啊就可以讓 你的攝影機當成螢幕使用 這樣子 他是乾淨的呈現 然後呢 他也可以錄影 這按下去就錄影了 然後你看 我在錄影測試中 測試中 好 這個USB的攝影機啊 停止 停止之後 你要怎麼找到那檔案 你就在你的APP的 照片區 照片區 照片區裡面的 這邊你就看得到了 打開聲音 我在錄影測試中 測試中 測試中 好 這個USB的攝影機啊 直接連接HUB就可以使用 那如果你今天要顯示這個HDMI的這個攝影機 或者是任天堂的Switch要怎麼用呢 很簡單 你要準備一支 視訊的擷取卡 然後呢HDMI的線連接進來之後 將擷取卡 把它給插上這個HUB之後 這樣就可以使用了 我們再打開剛剛那個APP Ginkey的APP 打開 你看這時候畫面就是來自於這一支攝影機 有沒有 這樣子 一樣的道理啊 任天堂的Switch 只要將 Switch的HDMI 連接到這個擷取卡 一樣可以使用 剛剛我們介紹的APP啊 他主要功能就是錄影嘛 還有就是讓你的iPad當成螢幕使用 他是滿足你的最低的需求 那有沒有一個APP他可以 除了當螢幕之外呢 他還可以做直播 還可以做錄影 就是 甚至於啊你還可以連接各式各樣的多媒體的效果 什麼跑馬燈啊加一些logo啊 他什麼 混音的一些功能啊 有的有一款APP叫做 media link switcher 就是這打開來 好我們現在實際示範一次 我們設 第一路我們設定成這個iOS內建的影像 我跳到這邊來 然後第二路呢我就新增本地的文件 好 就是這個完成確定 好 就是啊你可以這樣做切換切換切換 那第三路呢我等一下要加入這個外部的攝影機 先等一下 然後呢 他可以做錄影給你看一下 按下去 錄影 他叫你付錢 60塊190塊他要付費的 但是這個APP啊他無法直接吃這個UVC的這個攝影機 他必須要透過一個轉換器 另外啊就是說這個APP你有沒有看到他這邊有個浮水印 如果說你直接把這個視訊畫面叫出來的時候 他這邊是有浮水印的有沒有看到 這個是要付費的啊 那有沒有辦法免費使用這款APP 另外啊 剛才有提到就是說 這個APP啊他無法直接吃到UVC的攝影機 UVC的裝置 那要怎麼辦 把它灌進去 好我們今天要回答這個兩個最重要的問題 這是我們公司一款 iOS直播專用截取卡 當這個APP 連接到這個截取卡的時候 這個浮水印就免費了 我示範一次給你看一下 好 我將攝影機打開來 然後呢 這個 截取卡的地方的界面是這樣子 這邊要吃5福特的店 然後這邊是USB A的接頭要連接到這個 iPad上面去 連接進來USB A 連接到這裡 好 然後攝影機呢 我就連接這個 Sony的攝影機 好 這時候我按加 我選了 有個叫iCapture打下去 按1 有沒有 畫面是不是就來自於這一支 Sony的攝影機 好 那我們剛才說的錄影的功能 這裡 按下去 有沒有出現浮水印 沒有喔 這邊沒有浮水印 而且呢 錄影功能是免費的使用喔 好 停止 然後我們打開這個相本就看得到了 最下面 這邊 打開來 你看 這是我錄影的影像喔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iOS直播專用擷取卡 他除了在iPad 使用之外 他還可以在iPhone使用 你只要連接這個 Nightning to USB 3的轉換器就可以用了 然後呢打開那個APP叫做Media Link Switcher就可以看得到了 打開來有沒有 畫面是不是來自於他 那如果我今天的 視訊來源是一次邏輯攝影機怎麼辦 這不能用這個啦 我們就用這個產品 這個叫做 USB攝影機的直播轉換器 什麼意思 好 跟大家介紹一下他的介面 這個當然是伍伏特電源啦 然後這個視訊來源就是接這個webcam 然後呢iOS的出來的地方 就跟這個一樣 就接進去 然後 這邊還有一路是UVC的bypass UVC的bypass就可以連接電腦 那HDI輸出呢 可以連接電視 這邊還有多一個叫做 硬體式的錄影 剛剛我們是不是在這個APP上面錄影 除了在軟體上錄影之外 我可以在硬體上面做錄影 那當然啦這個東西 同時可以是用iPad跟iPhone 連接電源 USB攝影機輸入 連接邏輯的攝影機 這個邏輯的攝影機 然後呢iOS的輸出連接到 USB-A的線 然後呢Lightning USB三轉換器連接到 iPhone 然後打開APP MediaLink Switch 打開來 這樣子 有沒有看到畫面是來自於這支 羅技的攝影機 我們注意看幾個地方 第一個他有沒有伏水印 沒有消掉了 第二個他可以做錄影 做這個軟體式的錄影 那當然啦你也可以在 這個硬體上面直接錄影也沒有問題的 當然啦你也可以把這個 USB的攝影機把它換掉 換成這個HDMI的擷取卡 這樣就可以吃HDMI的訊號了 這樣接上去的效果就跟 這個iOS直播擷取卡是一樣的等效的 這樣就跟剛才那個iOS直播擷取卡的效果是一樣的 我們在iPad上面demo 將這個USB的羅技攝影機連接到轉換器 webcam in的地方 然後呢 這個iOS的地方連接到USB-C的Hub 連上來 App Media Link Switch 打開來 然後呢你用你的手指 去控制這個APP他有四個方向 要嘛就是像 這邊可以控制這個直播的介面 要嘛就像右 這個控制你的視訊來源 向左這邊可以增加你的圖層 overlay 然後往上 就可以控制你的聲音 你的音效來源 我先新增這個視訊來源 我向右 這個視訊來源就是 主要的就只有四個來源 第一個我就加入這個iCapture iCapture就是這個攝影機 有沒有 同理啊你也可以接Sony的攝影機啊 就跟剛才講的一樣 你這邊接一個視訊結局卡 然後這個畫面就是可以接這個什麼攝影機沒有問題的 那我第二個來源呢我新增這個 iOS的內建鏡頭 好那我這邊可以用 直播的過程中或者是錄影的過程中 我可以用我的手去控制來源是什麼 像這樣子來源是後面後鏡頭有沒有 這個有沒有後鏡頭 除了後鏡頭之外我也可以設定成前鏡頭 長按這邊按switch 好然後呢 前鏡頭就是這一顆 沒有問題 那你直播過程中你可以做切換切換切換 沒有問題 那你還可以新增你的iOS 內建的這個 影片 好比如說我新增這個影片 確認 然後就是123 這樣子這是我內建的影片 那這聲音現在是混的啦 所以我們要設定聲音 這邊 按這邊有混音 就是我只要收音是哪一個 呃其實我只要收音這個iOS的鏡頭就好 其他要把關掉就好了 其實他還是有回音是因為他聲音會放出來 所以我建議你這邊可以先將你的聲音先調低 這樣就不會有回音了 事實上他還是有收音的 好 基於這四個來源我可以做拼接 拼接成這個像這個是 side by side 好然後這個是這個植母畫面 你也可以繼續增加 你可以增加成這樣的植母畫面 大的是1 小的是2這樣子 好就按down 這時候就是這樣子 那你們注意看 沒有浮水印 然後呢也可以錄影啊 他是免費的 錄影 怎麼都可以免費啊沒有問題 免費錄影 好 然後呢 我們再看看 滑你的手指往往左 增加塗層 我可以增加什麼呢 比如說我可以增加時間 這樣子 放大一點 誇張一點給大家看一下 好這樣子 完成 塗層加上去 我可以再新增什麼還可以新增這個 呃字幕啊都沒有問題 就可以慢慢玩 新增什麼呢 新增積分板 像這個是棒球的積分板 我放在這中間 完成 積分板這樣子 那當然啊 你還可以新增那個很多啦 還可以新增什麼那個 這個 圖片也可以啊 比如說新增這個圖片 確認 怎麼擺 隨便你完成 這樣子 這時候你的畫面就很豐富了 有這個 時間 計分板 還有圖層 好 我們繼續看你要做切換 切換的效果就是 每一路都一樣 圖層都會固定的 這樣子 啊這樣子 好 接下來我們來設定這個直播的平台 直播平台請你用手往下 這邊按設定 然後呢 管理你的直播連線按下去 新增 我新增這個YouTube 連接 然後按Copy 登錄 再把剛才那一個長按 貼上去繼續 選擇你的帳號 允許 已經連接了啊 這個APP就跟你的YouTube連接了 按儲存 退後 退後 這個YouTube有所謂的 排成直播跟立即直播 我們再點剛剛那個直播平台 點YouTube 然後呢 我選取這個 立即直播好了 立即 內容這些都要寫哦 選完了 標題也要寫 完成 儲存 設定成這個預設的直播平台 這樣子 儲存 退後 還有直播的解析度 你可以設手動這邊1080P 你可以設多少的 位元率 你可以設到5000啊 沒問題 我設3000 你可以設5000啊 我設3000 好 然後呢 按開始直播 有沒有直播了 這時候啊 你的直播平台就看得到了 好 我們在 我們做個示範 Channel 1 Channel 2 Channel 3 Channel 4 Sight by Sight 那個植母畫面 植母畫面 來看直播效果是不是這樣子 Sight by Sight 那個植母畫面 植母畫面 我們看直播效果是不是這樣子 剛剛我已經介紹的直播了嗎 那可不可以邊直播邊用軟體式的錄影 可以啊 往上 然後這邊按壓錄影 這邊錄影 按下去 可以錄影 我現在就是同時的在這個直播 也在做錄影的功能 這樣子 那麼除了用軟體式錄影之外 你也可以用這個盒子的硬體式錄影 這邊有個錄影的功能 你可以連接你的記憶卡 也可以錄影啊 在這個硬體上面用盒子錄影 這樣子 好 那我就停止囉 停止 停止錄影 好 那麼這時候 你到這個照片區一樣看得到 那麼除了用軟體式錄影之外 你也可以用這個盒子的硬體式錄影 這邊有個錄影的功能 那一樣的道理啊 你也可以做這個臉書的直播啊 臉書的直播就是 你就在新增 管理 新增 臉書 確認 就繼續吧 這時候你APP就跟臉書做連結了 啊這個臉書比較特別是 你可以直播到你的個人 粉專社團都可以做到 雖然啦現在目前的iPadOS 17 可以直接的連接這個UVC的攝影機 問題是這些APP 就像我剛介紹的Ginkey Studio 他只有做螢幕使用或者是錄影 那可不可以做直播 沒有的 我相信未來一定可以做直播 問題是 他能夠做到1080p直播嗎 他可不可以讓你免費的使用 我相信是不會的 一定要付費的 iOS的這個 直播APP一定是會非常貴的 為什麼要多串一個這個紅色的盒子 他可以在這個MediaLink Switcher上面做免費的一個直播 扶隨意拿掉 臉書直播還有錄影可以同時一起的使用 沒有問題的 另外啊這個硬體 他本身也有一些優點啊 他可以將你的USB攝影機轉HDMI出來 也可以在這個紅色硬體上面 直接用你的記憶卡直接錄影 還可以啊有一個UVC的 Bypass出去 可以淋結你的電腦OBS 反正就是個比較 多功能 多媒體的這個轉換器 你的 USB攝影機會變得非常的強悍就對了 這個就是它的 這個轉換器 有一個 在這個轉換器 爬 甚至這個轉換器